她已经让我换了四五个了都 我就是想让她现在再换一份 比较高收入的工作 但是她就是不换 那你让我去哪儿啊 你让我去济南 去外地 那离家也远 那家里也照顾不到啊 别人怎么都可以呢 你为什么不可以呢 就你希望她出去打工 能多挣一些钱回来 是这意思吧 对 但是你不想去是吗 我不想出去了 你们俩认识多久接的婚 能跟我们说说吗 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是没人介绍的 然后当时是闪婚 认识一个月就结婚了 结婚三天 然后她就出去打工了 我也不是为了挣钱吗 是不是 当时我也不愿意走啊 新结婚的 然后呢 我也是为了挣钱啊 你的钱都去哪儿了 你在外面打工那一年 你都一分钱没剩 金融卡里面 你还欠七八千 你怎么挣的钱 全都是打游戏 抽烟喝酒 你这样一分钱都不剩 你让我怎么放心 你在外面 所以你又把她给调回来了 是吗 对 那不能给我闹离婚是不是 当时那个晚上 一两点钟说要离婚 怎么打电话都不接了 最后我打车到火车站 坐火车又到家 那到家以后都三四点了 那以后我母亲都睡觉了 那给她打电话吧 她也不接 也不开门 我就在外面等吧 那大冬天的 一直等到七八点钟 好不容易开门 是吧 我进去给她说说软话 是吧 不搭理我 把我轰架下来 你当时也是不关心我呀 还总是骗我 那时候你说要戒烟 但是你戒了吗 打电话的时候都听到 打火机在那边响 这我不是怕你生气吗 我怀孕的时候 她对我也不好 我怀孕吐得那么厉害 就给你吵几句嘴 你还不干了 你还推我 我怎么没关心你了 你吃什么 我买什么是不是 你要什么 然后我做什么 然后饭来张 口气来张 我都送到你桌边上去 你推我的时候 你想过这些吗 你推我的时候 我当时怀着孕 要是流产了怎么办 没留没留 孩子现在不是生下来了吗 不找后账了 现在你们俩什么状态啊 天天这么吵是吗 对 现在因为钱的事 然后再就是 她那个女同事的事 我就想让她换工作 再就是让她 把工资全都给我 好 好 听明白了 问一句啊 当初你们是闪婚对吧 对 你看中她什么了 你看中她什么了 当时我看她挺贤惠的 娶回来之后 发现贤惠不 那不做饭 也不洗衣服 也不收拾屋子 不是 那吃谁做的呢 基本上都是我妈妈做的 哦 因为什么呢 因为她平时挣的钱 你告诉我 是还是不是 对 是 因为她挣钱少是吧 对 因为她挣钱少 我在手机上做一些兼职 我没时间 然后就做得少 行啊 那你当初看上她什么了呀 我当时觉得她挺老实的 现在感觉布老师总骗我 平时好多小事都是兜着圈子说 她为啥不敢直接跟你说呢 因为我们平时总说不几句话 就吵起来 为什么吵起来呀 因为你太霸道了 什么都得听你的 换工作听你的 孩子什么时候换衣服听你的 喝多少水听你的 我妈也得听你的 然后就我换工作这个事吧 你让我回去去做保险 说保险练嘴皮的 能练好 行 那我就坐去吧 说能挣钱 人家都买楼买车了 那我就跟着 然后你让我去 我就去了 那干了三个月 最后怎么了 最后也没挣了什么钱 还把自己保进去了 给自己买保险了呗 那买份保险 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那啤酒厂呢 还有啤酒厂 那不干公司不让我干了 就让我去啤酒厂了呗 真的干了一年 又不让我干了 为啥啊 他还嫌钱少 那个公司它是有淡忘季 淡季的时候 一放假就放三个月 这就不说了 不说了 就总而言之 你在你们家说话说了算 是这意思吧 是 你是你们家老大对吧 是 你是你们家老小对吧 对 我老墨 老墨 那你为什么这次就敢 把钱不给他了呢 因为我问不出多少钱来呀 我问他咱秤多少钱了 不知道 咱的钱呢 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我是不想让他知道 其实我也存起来了 不是 那你不想让他知道 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让他 更与少尽心一点 想着多挣点钱去 太自以为是的 就是 什么都是他的罪 也就是说 如果这次不是 他来了个新同事 手机上暧昧一下 你还没有警觉呢 对吧 这小子想逃跑 我没有 我真没有 现在问题非常简单 丈夫觉得家庭岌岌可危 因为妻子的财务不够透明 再加上这个家庭的债务 和妻子对他不停提出的高要求 害怕了 对吧 对 怕钱给他一点保障都没了 是吧 其实不止这些 还有 还有什么呀 还有就是他不可理喻 好